歡迎大家收看喬林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林日誌 今天喬林日誌要出新單元就是 一日三餐在新加坡都吃7-11 好 我們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出門都要戴口罩 然後呢我們就先找附近的7-11看 買我們的第一餐吃早餐 這邊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像疫情關係啊到哪裡都要少QR Code 就是要有你的身份證ID 然後你進出哪一個場所的進出資料 這個是系統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對 然後你進去藥局買東西 或者是進去機場超市都要少QR Code 才可以進去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進出公眾場所 包含超市市場啊 藥局醫院機場 不管哪一個地方都要少一個當地的QR Code 然後要有你的身份證字號 然後姓名啊聯絡方式 然後進出的時間他都要掌握 然後現在是人流管制 所以今天從這個出入口到那邊都是排隊的人潮 哈囉 你上鏡頭了 然後新加坡也有夾娃娃機 可是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都不能夾 所有販賣機 Mending machine不行 可是這邊有那個洗衣機 衣服的 這個算是名聲必須 所以他還是可以給大家使用 在我身後啊 是這附近的唯一一間7-11 然後如果要到下一間 可能要走15分鐘的路程還蠻遠的 這也是7-11的特價優惠 我在想想看我要買什麼 對 好我們今天先吃早餐 然後順便買中餐回去吧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新加坡的7-11會賣的東西 然後這是一些新加坡 應該跟日本類似的一些小點心 然後這邊 這個是鹹蛋 口味的鹹蛋魚皮 所以有一陣子在台灣的101還蠻熱銷的 然後醬子一包是50克賣5塊2心餅 我覺得還蠻貴的耶 然後這邊也會有一些泡麵 新拉麵也有喔 新拉麵在新加坡7-11賣2.4塊錢 然後新加坡有咖啡 自己咖啡 在自己投錢的 是2塊2 然後Long Black是2塊錢 然後它有Cappuccino Americano Hot Chocolate 很多選擇 然後這邊是包子專區 怎麼跟台灣差不多 喔它還有燒賣耶 燒賣一個是 65C 嗯 早餐要吃包子嗎 然後這邊是Charger 是那個 行動電源 然後大陸那邊用池叫做充電保 我們台灣叫行動電源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租 For only one dollar 有了 然後這個 有沒有很懷念 這下好像不能吃耶 它燈是亮紅燈 這個是 那個冰沙 然後還有 汽水可樂 2塊錢喔 超大杯 這我之前在美國加拿大有耶 澳洲也有 然後這邊新加坡有喔 好開心 然後這個是自助式的微波爐跟熱水的地方 然後這邊像 為了要節省能源吧 所以要 有這個 塑膠片 好我們今天來挑我們的早餐跟 中餐 好它的飯糰 兩塊錢 兩塊錢就大概是 45 台幣嗎 對 然後這邊的人超喜歡吃玉米 然後這是它的樂食 它有茶葉蛋耶 茶葉蛋是2塊8 嗯 知心蛋 知心蛋兩顆 是2.5毛錢 我買這個好了 這個當中餐 然後我猶豫了 要吃什麼好 它竟然還有賣這個耶 這是做飯糰用的嗎 這樣6塊5坤不足的飯 回家如果包海苔吃就很好耶 然後這裡還有 這個是什麼 蛋炒飯嗎 欸對耶炒飯 Galic 這樣子耶 這樣一包6塊5 欸不錯喔 我可能先吃吃看這個吧 這個到5月15號到期 這個當中餐加我的蛋 喔我的早餐還沒有選好 好這邊發現一個台灣的東西 這是台灣常喝的奶茶 我以前超喜歡喝這個的耶 這在新加坡賣2塊8毛錢 然後這邊 喔這個是新加坡比較熱門的飲料 他們喜歡喝這個 我本身不喜歡 它是用玫瑰下去做的 登登 還有一些果汁 好喔 早餐的話 我選一個奶茶好了 早餐選一個奶茶 這是兩個3.7 好包 就選剩下兩個飯糰好了 兩個飯糰這樣是3.7 它是到5月17號到期 兩個都是 等等好就吃吃今天早餐 好我順便買 今天晚餐好了 剛剛看到一個Butter Chicken 之前要買的時候沒有買到 然後這個3塊9 好吧晚餐一起買囉 這是新加坡比較常喝的飲料 它是綠茶 Jasmine綠茶 茉莉綠茶 然後大醬是一瓶一塊 以前好像一塊三還是一塊四吧 現在特價到五六十六 馬鈴皮回家 好所以這就是我的早餐中餐跟晚餐 早餐是兩個飯糰跟奶茶 然後中餐會吃這個跟蛋 然後晚餐吃咖哩 然後查看要不要分兩餐車 好今天早餐中餐晚餐搞定 Hello Hello 多少錢 2040元 2040元 Paymaster OK我們現在早餐中餐晚餐在7-11都已經賣好了 還有做一件事情 因為這邊的貓超可愛的 我們來看一下 新加坡的喵喵很多 我 這隻很漂亮欸 然後固定有人餵他 Hello 你好嗎 這隻在舔貓不理我 這邊還有一隻小黑 有人的菜飯倒翻了 你看也有人在餵他 你要去哪裡 這裡 他的黑的很漂亮欸 你在抓癢嗎 倒下來了 你在曬日光浴啊 好吧你今天不理我 我走了 我走了 拜拜 好我現在回家了 那我要開始吃我的早餐 首先早餐是這兩個飯糰 這兩個飯糰 首先先吃這個好了 這個是自燒三文魚 這邊中文叫三文魚 我們台灣叫鮭魚飯糰 鮭魚飯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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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的絲法還是一樣 這樣子 先把這條線撕掉 然後 稍微把這瘦蛋再戳掉 然後這一邊再這樣 要吃吃吃看喔 要吃吃看喔 嗯 它裡面真的是鮭魚耶 有沒有看到 嗯 嗯 嗯 鮭魚味本身還蠻濃的 然後他 的飯糰應該是冷藏過的 然後有點就是隔夜飯 從冰箱拿出來的感覺 然後他的鮭魚有炙燒的味道 所以是他有點帶鹹鹹的 對 可是又不會太重的味道 還蠻好吃的 所以 然後這個是冷的 然後我等一下可能會 再去微波再吃吃看 因為有些人喜歡微波嘛 然後我們微波吃吃看 但是它是什麼味道 今天飲料是這個 這我在台灣還蠻喜歡的 這個是純粹喝 不過這邊好貴喔 是一般的純乳奶茶 先給大家看 這個是透明的杯子 這樣比較看得出它的顏色 純粹奶茶長這樣 然後我另外又再準備一個白色杯子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它在白色杯子裡面的顏色是長這樣 好 接下來要吃第二個 就是 三文魚鮭魚的塔塔醬 對 塔塔醬 然後一樣打開 看這絲的畫面有沒有很療癒 這比較好吃耶 比剛剛那好吃 吃一口 它的鮭魚是 這種弄碎的 然後再拌那個塔塔醬 然後再夾在飯糰裡面 嗯 這個濕潤感 沒有 剛剛沒有濕潤耶 可是它的醬本身就已經太濕潤了 好 飯糰尾波完了 這個是炙燒鮭魚 然後這個是塔塔醬鮭魚 然後我們再吃吃看就是 尾波丸的口感 這是尾波20秒之後的成果 好 首先吃這個 炙燒鮭魚 尾波丸那種 熱熱的口感 跟鮭魚好搭喔 這樣感覺整個鮭魚是那種 蒸過的口感 還蠻不錯的 濕濕味味的感覺 這樣坦白講 兩個3.7塊 我覺得還ok耶 台灣的鮭魚會這麼大一塊嗎 吃到這裡還有鮭魚 鮭魚 鮭魚在新加坡其實是 很貴很貴的食材 可能 4塊那種長長的 Belly Salmon 就要20塊至25塊錢幣 還蠻貴的 這個如果要我要打分數的話 我大概會給8.5分 再配奶茶 很貴 嗯 純粹喝奶茶就是 好喝 不過這個在新加坡賣好貴 這個新加坡在 在Samele賣是2.8塊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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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塔醬 我要剝20秒後的口感 嗯 嗯 嗯 它裡面塔塔醬變溫了 嗯 然後感覺 比較濃郁耶 是溫過了之後 然後它的塔塔醬 有點畫在那種米飯裡面的感覺嗎 這樣 很好吃 我覺得塔塔醬跟鮭魚好搭喔 嗯 嗯 塔塔醬鮭魚我自己 嗯 跟炙燒鮭魚比起來 我比較沒那麼喜歡 所以塔塔醬鮭魚的話 我本身會給8分 對 然後這就給大家做參考囉 好那這就是我今天的早餐 我今天早餐吃兩個飯糰 然後飯糰有特價是兩個吃3.7塊 然後 然後 純粹喝奶茶的話 是2.8塊一瓶 那這在CVLV買的價錢 OK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就等吃中餐啦 待會見 好接下來到了中餐時間 首先我會先把這個大概 這個是 量是多少 這個是500克吧 所以我大概可能會拿200克左右出來 放到碗裡微波 然後還會加一些 青菜 對 之前備好料的一些紫洋蔥 對 做了微波一起 然後 這個是 糖心蛋 對 這好像通常是出現在 那種 嗯 日式料理啊 拉麵料理上面 不過我還蠻喜歡吃的 對 那我們就一起微波 來準備吧 我們在一起 先來 我們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中餐 有加洋葱、高麗菜、红萝卜、糖心蛋 还有就是中午之前买的绿茶 我们来开动吧 首先吃这个是他用宽布煮的饭团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这用来做饭团的饭 那我就直接当正餐来吃 他的这昆布是那种很粗很粗 有颗粒的那种昆布 然后味道本身也很香 然后主居感是有那种嚼劲的那种昆布 然后这个饭整个到味耶 好香的饭 嗯 很好吃的这饭 这饭很适合做那种日式的饭团料理 对可能中间加一个酸梅还是什么的 好今天主要是这个饭我会得9分耶 对超好吃的 不用做成饭团也可以很好吃 然后再来是吃这个蛋 这个蛋超好吃的 这个蛋我本身曾经就吃过 这个蛋是9点5分 嗯 这7-11就买得到咯 然后它里面是两颗 它有配酱汁 然后这个酱汁 我等一下会淋在这个昆布饭里面一起吃 登登 微波好了哟 好吧我们来吃 香黄饭 我们来沾咖喱 哦很烫耶 我这样是微波4分钟 登登 吃吃看 咖喱平常会怎么吃 是沾一口饭 然后再泡在咖喱里面 还是把酱全部淋在上面 我这两种都会 然后 它是几块肉 这样子 一块肉 两块肉 就这样两块肉 把它全部咬过来了 好像是晚餐时间 所以 它酱黄饭 很好吃 很香 然后椰香奶香味很重 然后再吃吃看 一口Bugger Chicken 去看看得到吗 它的Bugger Chicken本身没有骨头耶 然后咬下去啊 它那个分离那种纤维感很棒 它鸡肉是好吃的 然后超嫩的 这个应该不是用鸡胸肉 应该是用腿 鸡肉肉还是哪里了 就通常不会这么好吃 这个我之前常常吃的 那时候在澳洲边上课 然后晚上就去印度餐 其中一家是印度餐厅打工 然后 每个晚上都有 这种姜黄饭可以吃 然后我喜欢它们的羊肉咖喱 鸡肉咖喱也不错 然后还有蔬菜咖喱 然后再配一个 这是新加坡的Jasmine tea 淡淡的很好的 这就是我的晚餐 可能之后还会 因为中午的那个 昏布饭团饭还没有吃完 然后还会在选一下有空的时候 再做明天的早餐 然后会把它包成 饭团 我有买海苔来 这个要包成饭团 真的饭团 然后当面团吃 好以上就是今天 一整天吃7-11的一个计划 然后这是在新加坡的7-11 然后让大家体验看看 如果一个外国人在新加坡生活 然后如果一日三餐都吃7-11的话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对 7-11 其实选择还蛮多的 而且又加上 新加坡它是一个种族融合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要吃华人料理或者是印度料理 或者是马来料理都有 对 所以选择很多 大家下秋楼来新加坡的话 也不要忘记来 新加坡的7-11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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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昆布饭团饭 然后加高丽菜跟紫洋葱 然后这个是韩国用的海苔 对 然后等一下会试试看这一种 这一种是日本的专门包寿司饭的 这个是没有味道 对那等一下试试看 先包这个有盐味的海苔吃吃 然后现在是用日本的这种没有味道的海苔 然后包 昆布饭团跟紫洋葱跟高丽菜 吃吃看 左边这个是韩国海苔包的 然后这个是日本没有味道的海苔包的 然后相较吃下呢 吃完之后觉得这个韩国海苔 因为它本身有一些盐分 然后它是吃起来口感是比较好吃的 然后日本的海苔 这个它包的时候是比较好包 因为它比较平整 所以相较之后它的包的手法是比较好包 然后因为它比较没有味道 而且它海苔是偏厚一点的 所以你在加饭跟高丽菜洋葱的配料来讲 可能料要多一点 它才会比较湿润比较不会干 然后这两个都还蛮好吃的 我自己给9分